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我们知道前两天在北京 山西等大片的华北地区 人们在晚上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有一个发光的云彩在那盘旋着上升 人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还有人说这就是UFO 对此专家们给出了解释 说这实际上是一种航天器的现象 这种航天器产生了一种叫做航线云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航线云呢 咱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航线云也叫做飞机云 它是一种特殊的云彩的现象 就是说有一个航天器它有可能是一个火箭或者是一个飞机 它在往前运动的过程中需要燃烧燃料 比如说这一个火箭 它在往前运动 那么它必然向后要喷射自己的废气 这个废气里面含有什么物质呢 一般来讲飞机或者火箭的燃料包含有碳和氢这样的一些物质 那么碳燃烧之后形成二氧化碳 氢燃烧之后形成了水 所以一个富含水蒸气的气体就被排出来了 那么这个气体温度比较高 它本身是水蒸气 而水蒸气是看不见的 但是外界的环境它这个地方是高温的 是高温的水蒸气 但是外界的环境却是比较含冷的空气 对不对 这个是冷空气 那么冷空气一般要求是-40摄氏度以下 那么如果这个高温的水蒸气遇到了-40摄氏度的空气 它就会液化 对吧 所以水蒸气也就液化了 它液化变成什么呢 变成小水滴 或者是小冰晶 因此就出现了人们能够看得见的云彩 这个就是所谓的航线云 它是由于飞行器飞过时产生的 飞行器必须往后喷射气体 那么在很多的飞行器里面 比如说在螺旋桨的飞机 或者是喷气式飞机 它都会出现这种航线云的现象 但是有人说那我天天看飞机 我没看见飞机有航线云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高温气体往来喷射之后 必须要周围的空气非常冷才行 所以要周围空气低于-40摄氏度 但一般来讲周围的温度没有这么低 所以说你就不会看到航线云 那什么时候能看得见呢 必须在高空 因为高空的温度比较低 所以就会出现航线云现象 而为什么北京和山西都能够看得见 这个原因其实也并不难理解 就是说假如这是个地球 这是个地球的某一个圆 假如说有一天太阳光照到这个位置 太阳光照到这个位置 这个北京和山西分别处于B点和A点 此时他们两个天都黑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已经看不到太阳 飞行器如果比较贴近地面的话 那么依然不能被照亮 但是这个飞行器它不是在高空吗 对不对 所以这太阳光还是可以照亮飞行器的 防线云就会把这个光照射到人的眼睛里面 而一看那个地方它就有一个云彩 对吧 否则的话如果太矮了你看不见 因为温度比较高 太高了的话如果是白天 因为光比较弱你又看不见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高空的地点就形成了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 所以就所谓形成了夜光云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飞行器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航线云 因为它飞的比较高 所以是称为夜光云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具体这个飞行器到底是什么 是火箭还是飞机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我们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解释 那还有人问我说他有时候看飞行表演 这个飞机往前飞的时候会拉线 说拉那个线是不是航线云 它会在尾部安一个拉烟器 这拉烟器会喷射出彩色的固体颗粒 所以你看起来它就有一个线 但实际上这个是固体颗粒 那么还有人问我说看飞行表演的时候 有的时候飞机加速加到比较快的速度 它尾部就会有个圆锥 有个圆锥别人告诉他这叫阴障现象或者阴暴现象 他还听到巨大的轰鸣声 他问我说这个原理是不是也跟航线云一样呢 这个不是 就是说飞机突破阴障的时候为什么也会出现一个圆锥呢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如果飞机在这儿静止不动 那么它发出的声音就是一圈一圈的声波 一圈一圈的声波以飞机为原型的这么一个声波 这是声源这是每一个声波 但是如果飞机或者声源再往一个方向运动 比如说再往这个方向运动 那么它在第一个时刻发出的圆经过一段时间已经比较大了 但是它第二个核并不是在这儿发出的 因为它往右运动对吧 所以它是在这儿发出第二个核的 于是这第二个核就往右偏了一点 如果你发第三个波呢 你其实在这个位置 所以第三个波又往右偏了一点 第四个波就又往右偏了一点 会形成这种现象 所以声源运动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 这是声源向右运动的时候 这个地方应该是声源不动的时候 声源向右运动出现这种现象之后 咱们想象一下如果它正前方有一个人 它会有什么结果 正前方有一个人 它会发现两个波之间的距离变短了 实际上就叫波长变短 但是这个波的速度是一定的 这个波速是不变的 波在空气当中的速度是不变的 所以波长比较短 波速又不变 这个人接收到两个相邻的波 时间间隔就会变短 或者他说他听起来这个波的频率就变高了 所以他感觉起来频率 这个声波的频率会变高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站在车的前方 火车开过来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火车的音调很高了一点 那么如果这个人站在尾部 他就听这个声音会有什么结果 你会发现波速还是没变 但是这两个波之间距离变得更大了 所以他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听到这两个波 于是他就感觉到这个音调或者频率变低了 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车开过之后 我们感觉音调变低了 所以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列火车开过来 经过我们的身体之后又开过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音调开始比较高 一过去之后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称之为什么呀 多普勒效果 传说是多普勒和他女儿在铁道旁边玩 他女儿问他爸 为什么火车开过来的时候音调要高 火车开走的时候音调低 他爸爸告诉他的 那么咱们再想 如果这个飞机开的速度和这个声波的速度完全一样 那又会有什么现象呢 如果飞机的速度和声波的速度完全一样 它发出第一个波的时候在这发的 于是变成这个样子 它发出第二个波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你注意飞机的速度跟声波的速度完全一样 所以第二个波你才会怎么样 它会跟第一个波相切 对吧 第三个波在这发 它会和第二个波相切 所以如果飞机的速度微声源或者叫飞机吧 它的速度等于声速的话 就会出现在这个点所有的波都叠加在一起的情况 这种情况我们就称为出现了音障 或者叫音障 音障或者音障 因为这个地方所有的波都叠在一起了 空气动力学无法解释这个点 所以这个点就成为一个起点 那么这个点非常奇怪 我们怀疑它可能会压强非常大 所以它就会把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成小水滴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飞机如果突破阴障的时候 就会发现飞机的周围出现了一个圆锥 这个圆锥实际上是空气中的水蒸气 液化成的小水滴 咱们可以继续讲 如果飞机的速度比波速还要快 飞机的速达了两马赫 一马赫就是一倍升速 两马赫就是两倍升速 如果飞机速达了两马赫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飞机开始的时候在这发出一个波 结果它跑得比波还快 它发出第二个波之后 第二个波会超前于第一个波 会出现这种情况 发出第三个波的时候 第三个波又会超前于前两个波 发出第四个波的时候 第四个波又会超前于前三个波 发出第五个波的时候就这样 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圆锥的形状 那么这个圆锥我们把它称为马赫锥 马赫锥在生活中比较常见 比如说我们有一句诗怎么唱呢 怎么念呢 叫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分济沧海 什么叫长风破浪 就是这个船呢 它在往前开的时候 船速比波浪传播的速度还要快 所以船的两侧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样 形成一个圆锥 对不对 这就叫长风破浪 那如果船速没有波浪快 它是什么情况 它应该是这种情况 对不对 船速刚好等于波浪速度 它就是这种情况 成为阴障的情况 所以很多生活中的现象 是可以使用科学进行解释的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账号定格老师里关注我